大家好,我是大蜡卓 上周我去参加领跑CEO在杭州的发布会 他们的董事长介绍公司科研实力的时候 主重强调他们使用的是自主研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零星一号 这期视频我们讲一下最近两个季度 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新变化 以及为什么一些有潜传性的地方政府 越来越喜欢投资自主品牌电车 现在我们都知道新能源车市场规模很大 但它的上下游的市场规模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比如充电桩市场 去年我们国家是把汽车充电桩 纳入了新基建七大关键领域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六个领域 很多人都会觉得充电桩跟这六个领域比 按理说不是一个规模的 其实单是把国内的重点高速公路都给铺上 那已经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了 更何况国道还那么多 就好比论沙士使用量 房地产行业跟修公路修高铁比基本是毛毛雨 而且充电桩后期的运营也和智能电网高度相关 前几年的补贴格局是国补对车地补对庄 接下来对整个产业链的支持也会更细 今年我们国内充电桩基本是每月新增超2万个 杭州选择支持新能源车企 也是因为在去年 全国一线以及新线城市公用充电桩密度排行中 杭州名列第四 是比北京还高的 快充电桩数量去年杭州是第三 虽然我也老吐槽杭州的交通 但实际在交通拥堵排名中 去年杭州还没进前十 另外浙江也在打造5G车联网应用示范区 西游区引起小镇也是点 本身也要深度探索未来智能驾驶新技术的融合发展 以及智慧城市的交通智力 肯定也要想法去支持一个造车新势力品牌 那当然肯定有很多观众会讨论 当下很热的芯片短缺和电池源材料上涨的问题 这些又会多大程度影响行业呢 我们也讲一下 我们先说芯片 说起芯片可能大家觉得会有这么一个感觉 芯片短缺最受影响的行业是手机 毕竟人家都会买手机 但不是人家都会买汽车 但汽车也就消耗芯片那个行业 我举个例子 以前咱们传统汽车行业 一辆车只需要200个芯片 而现在的新能源智能汽车 有的品牌一辆车需要的芯片在1000个以上 而且越智能对芯片消耗越大 智能汽车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芯片 比如负责算力和处理 用于自动驾驶感知和融合的AI芯片 用于发动机底盘车身控制的传统MCU 负责功率转换如IGBT等功率系件 还有传感类芯片 用于自动驾驶各种雷达以及气囊 胎压检测等等 现在缺芯片缺到啥程度了呢 今年上半年因为芯片转缺 全球汽车行业一个季度少造了100多万辆车 国内有新能源车厂 5个雷达先装3个 剩下等芯片到位了 再分期交付 这不是我们国内首创 奥迪之前因为缺芯片 交车时只能先给车主一把钥匙 没有车 听说国内还有新能源车厂 在黑市上买芯片 5块钱一个的芯片 车企花了5000拍起来 当然这个后来被车企的负责人战术否认了 但也能看出来 车企对芯片的需求是多么破气 今年上半年融资绕潮 芯片半导体企业都很火 其实去年就已经很火了 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更高 获得新一轮融资的芯片半导体企业数量 同比去年增加一倍多 融资规模也增加近一倍 对芯片的需求也很明显的体现在了人才的招聘上 个人能感觉到的趋势是 这行的就业机会突然多了起来 高新岗位需求一下爆发 像OPPO给应届生开40万年薪 中芯则年薪300万风景招人 其实现在都芯片的团队非常多 政府支持补贴力度也很大 有些钻空子的就拉个团队 做几张PPT开始讲故事搞钱 因为芯片研发周期长 一年多也就出个设计 从设计到流片出来 需要约1到2个亿的投资 很有可能钱砸了成果也没出来 所以好多团队拿了钱都干别的事去了 比如最近两年爆雷的红芯啊 全芯啊 纯芯人团队真的很难 做出一点成绩的都是有研究院背景的 为什么领跑一个新品牌 能有这样的积累呢 因为领跑是大华的创始人做的 他们的芯片团队 新生科技前身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芯片研究院 本身到现在15年历史了 再说一下电池涨价 电池的原材料现在是全部涨 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 比如想用碳中和 现产停产 这就很影响铝和碳电集的价格 另外青海湖今年啊 气候也不太好 这让部分里延产量也有所下降 而电池隔膜也存在技术壁垒 工业因为外国把持 扩产也很艰难 但是没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啊 因为电池物料成本仅占30%左右 就算原材料上涨30% 车厂的采购价格也就增加了百分之十几 而整个车的物料成本 也就是上升了5%左右 基于多数头部品牌激进的市场策略 我认为销量增速还是会涨的 而且政府下场支持 也会让头部的一些新能源品牌 更快的度过这个时期 资本看好领跑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就是这个企业成本控制的很好 可以类比手机行业 随着销量增加 能堆好料的同时 把成本控制好 才会有长期的竞争力 领跑的汽车是全电动汽车需要什么 领跑就自己研发什么 电动汽车需要电池包 领跑就从电池包开始做 整车电池包以及BMS系统都是自研 自动驾驶需要算力芯片 就自研了零星零一自动驾驶芯片 以及算法 造车新势力需要有生产资质 就全资收购福建新复达 汽车需要组装地图 就在金华自建AI工厂 拥有充换图总以及3.5大车间 所有核心技术都通过自己研发 供应商也大多采用中国品牌 我过去讲过 因为蔚来的汽车是软件可定义的 电子电器设备 这波汽车产业的大升级 上半厂是能源变革 中厂是零部件变革 最后是职能化 新能源汽车产业 未来会代表能源工业和信息工业的制造点 在中厂的零部件变革中 也会产生一大批单座汽车部分零件 就能市值过百亿的公司 所以零跑这个企业 接下来会越来越受资本市场喜欢 因为它的模式足够独特 在初期零跑的估值方式 肯定会参考其他电车车企来估值 但接下来 在零跑不断完善全站自研的过程中 价格肯定会继续往上走 国资投资新能源汽车 零跑并不是第一例 去年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就和未来达成合作 未来在合肥建厂 2019年未来全年净亏损113亿元 资产负债率高达130% 未来汽车股价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 报收1.30美元 跌幅超15% 差点滑行了1美元退市法则的深渊 合肥市政府这一季强心寄影 不仅解决了当时未来现金流紧张的问题 也因为国资背书提升了整个市场的信心 未来因为拿了钱以后 可以放手去建工厂增产能 现在过去一年了 未来产能增加了 资本市场也看好未来的前景 未来回购了一部分股份 间接为合肥国资带来相应的投资收益 另外也因为未来把供应链放在合肥 完善了合肥整个城市汽车产的链 国资和新能源汽车合作 有了这个好的例子 其他地方政府自然也会跟上 比如长沙牵手百度阿波罗 杭州牵手龙跑 未来肯定也会有更多的自主汽车品牌 与城市在智慧交通上 有更紧密的合作 当然新车企门 更重要的还是不负期望 提高行业效率 做出真正创新的产品 就拿我参加发布会的C11来说 他们的智能座舱配备了面部识别 能针对每个驾驶者不同的偏好 调整座椅位置 车内车外后视镜 车内温度 连音乐歌单和氛围灯 也能根据不同的驾驶者偏好 智能调整 实现这个技术 10万到20万区间最高配20万 NEPA真皮加进口发毛皮 无边框车门 头等舱座椅 HIFI音响系统 超大沉浸式三联屏 主副驾驶可以同时看不同的内容 从目前来看 领跑核心技术的自研制造 以及性价比极高的市场定位 交付数量持续上升 还是能担得起杭州国资的这份期待的 也希望领跑能在自研造车上继续发力 再创辉煌 我是大辣�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